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里 各个国家也都在比拼着各自的工业生产的精密度 但是再精密的竖控仪器 追到根上最终很多的精密设备精密仪器的部件 仍然还是要靠人的双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双了不起的手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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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叶辉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我是一名技师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是中国的导弹工业的摇篮吧 对 我们航天二院是主要负责中国的导弹的制造与研发 我好多重点型号都是由我们二院生产的 那您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是技量室的一名研磨师 我主要是负责我们的长度量矩基准的研磨 您能不能比较形象地告诉我们您的工作内容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我修复的产品 好 我们看看您做的东西 我们大概可能能够认识到研磨师工作内容是什么 简定证书 证多面冷体 是吧 对 这是我修复的一个冷体 是由我师傅那一代研磨师制造的 然后一次意外的事故把它损坏了 1999年12月就封存起来了 去年我们打扫库房以后我发现它 已经悬着小了没法再看了 然后我们组就把它给修复了 这可以看一下给大家 你看 72面冷体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个东西 咱们导弹比如说身体发射的时候 都有一个角度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角度是正确的 就用它去测量 所以这个现在精度您修复完以后 可以达到一秒一里3600分之一度 是一度的3600分之一 对 太厉害 太厉害 叶老师 现在最先进的竖控机床的精度达到多少 然后您的手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可以跟我们做个对比吗 最精密的能到0.1个秒 也就是100纳米 那你的手工呢 能量我的这个尺子还没有 请大家记住 这是出自咱们中国工匠的一句话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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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为已经修复完了 对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感知 您怎么研磨东西 有这个带来的一个互动闹剧 两个砝码 这是两个标准的研磨剑 研磨剑 对 您看您能试试 再不介入联合 联合进行化 您可以给它联合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这又不是吸铁石 我怎么联合在一块 它靠磨之后 是不是可以联合在一起 我给您试一下 上面可能有点东西 尘埃它就能 就能破坏它那个精密度 用很大的劲儿 一点一点把它给转进去的感觉 这是把空气给它挤出去 所以基本上 你要让它这两个面之间 达到一个近似真空的状态 几乎对 所以它研磨的场所 也要是完全无尘的环境 像我们这种环境 对于它们来讲 对 灰尘各方面 这个漂浮物空气中 因为咱们现在没有空气 我就先大概 好 可以 您可以试 六位 哇 这个研磨呀 里面应该是有很多 您的经验要用到里面 对 比如说您通过转 您应该知道大概哪个部位 可能里面会有杂质 或者是什么 对 一推上手 就能感觉出来 您手感都有 就能感觉出来 那您今天挑战项目是什么呢 我挑战的项目 比这个大的一个标准平板 进行沿合 沿合一起咱挑战一下 它的极限拉力 到底是多少 好 接下来 我们首先先上道具 为了这个挑战 我们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也是做了精心准备 我们特意把叶辉师傅 在航天二院平时工作的工作室 做了一个模型 放到了现场 这个里面要求恒温 所以我们专门在这里面 放了一台海尔空调 保持它里面的温度恒定 而且控制它里面灰尘的数量 因为两块这样的铸铁 可能叶辉师傅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工具 所以我们还要请出叶辉师傅的一位助手 掌声有请潘刚 潘师傅 潘师傅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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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为老师们好 我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溜游厂洗凉室 我的名字叫潘刚 欢迎您 潘师傅 接下来我给各位宣读一下 我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者通过研磨 要把两个铸铁平台 研磨到极致的平整 在没有其他辅助的 粘合的情况下 将两个铸铁平台 紧紧贴在一起 形成一个组合体 这个组合体将能够承受 至少500公斤的拉力 而且要坚持5秒钟 不被拉开 才算挑战成功 这个要求还是挺严苛的 而这完全是靠人的手工 完全靠人工 研磨出来的 它的一种力 合力 所以它几乎那个表面的 那个起伏程度就 在100纳米以下 相当于咱们一根 头发丝的七百分之一 我个人认为它就叫没有功识 对 那几乎就可以忽略了 对 接下来真功夫要出现了 那么两位师傅 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有 没问题 加油 加油 有请我们两位师傅 进入挑战位 挑战开始 加油 两位师傅 我们俩最简单来说 打太极 推手 互相推手 他使劲 我往后撤 我使劲 他在往后撤 让表面达到极致的平 表面没有起伏 压在一起 把一切空气都排出去 两个配合 相反的方向 使两块铁板 磨成像镜子那么平 这太伟大了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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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的时候转 其实在给平板加压 让它沿合性更好 拉力更大 因为我们在 我们的单位 是无尘的 而咱们现场汇车很大 有一个陈埃在里边 没清干净 没有烟磨 打磨干净 那他在里边 挑战你一定会失败 来 来 来 一 二 三 还要丢 一 二 不能停啊 来啊 一 二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测试标准是500公斤拉力之下 坚持5秒 不被拉开 那接下来上到去 现场准备了一个大型翘翘板 一头用研磨好的铸铁组合跟地面连接 将在另外一头可以做人的平台上 用不断增加的观众的体重总和 来测试研磨过的铸铁组合最终能够承受的拉力 第一轮测试 现场随机挑选的观众 体重相加超过500公斤即可 现在是502公斤 接下来请上高台 您估摸着它的极限大概在哪儿 因为我这个一般都是在恒温实验室 就是不超过正负0.1度 因为咱们这温度变化大 热胀冷缩 温度 有可能 也可能更坏 有可能连500公斤的 它都承受不了就开了 很有可能 说的这个因素特别重要 对 热胀冷缩 我们人肉眼分辨不出 它这个温度变化一度 它的平面起伏就已到0.1或0.2 不用 那都是我们很难理解的量体 接下来 我们的安全装置已经做好了准备 插车师傅启动了插车 只要我倒计时5秒 说验证开始 插车的这个差就会下降 只要离开我们的观众坐席 使观众坐席悬空 这边不被拉开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 准备好了吗 现场细微的粉尘 温度的变化 都会对铸铁的黏合产生影响 面对从未尝试过的拉力考验 挑战者能挑战成功吗 验证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下降了 再下降一点插车 对 让观众能看得更清楚 五 四 三 二 挑战成功 好 我看您刚才稍微还是有点紧张 很紧张 在最后插车降下来那一下 我看您有一个庆祝的动作 就在您心目当中 五百公斤对于您的这个组合体来讲 是极限拉力吗 我干这么多年研磨 其实还真不知道 这个两个研磨体的拉力有多少 超过了五百公斤 目前安然无恙 您对您的组合体有信心吗 有 我们如果再往上加两个 加两个人 再加两个人 升级一下 咱们看到底它的极限在哪里 好 六十七 五十二公斤 五十二加六十七 差不多一百二十公斤 两位来 走上高台 好 我们六百二十公斤左右的拉力 我们来看一下 叶师傅做出来的这个组合体 能否承受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把车已经离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我们就一次加三个折了 好不好 没有任何粘合剂 通过研磨粘合在一起的铸铁块 成功地承受住了502公斤和620公斤的拉力考验 第三轮再加上三个人的体重 总重量已经达到了830公斤 铸铁块还能承受第三轮的拉力考验吗 三位请 准备上台 您心里有把握吗 加到830 但我觉得上面做满应该没有问题 你有科学依据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这三位仍然压不垮 我直接就让孙杨上 好不好 好 你该不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刀走 我们上面的观众准备好了吗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我这个角度看见 插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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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我们台上 十二位观众 谢谢你们 这个时间很长了 时间太长了 它那个温度的变化 已经让它的物理性 因为它每拉撑一次 它的起伏就给拉开一点 然后就是慢慢地给撕开了 它当中有了空气 空气一点 对 像李博士说 一点点尔尔尔尔尔 只要有一个突破口 空气进去一点 就会破坏它这个密闭 其实这一块 是真正沿河上的 对 这很圆的 对 这一块的表面起伏 可以在一百纳米以下了已经 而且我可以给大家 实地测试 上面没有任何棉河剂 之前您说这个材质是 铸铁 铸铁 这个平板其实是三块 这两个是一个凹一个图 还有一个是绝对平 那个的平面度是更高 这还有凹图 对 因为是我们 这个手工研磨 它永远有一个凹一图 因为你保证不了 所以还有一块平的 那是相当平的 反正我们肉眼是绝对看不出来 现在机器也测不出来 哇 了不起 所以我们常说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 工匠精神是什么 这种匠心就是 当你投入百分之百努力的时候 你可能获得的回报是百分之一百二 就像这样的奇迹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